我告诉你,改卷是怎样改的呢?这一份是英文作文卷 所以你的老师去改卷的时候,是用一个很印象分的方式去改 他没有可能逐个字和你论你的答案 所以他整体摸一摸你的答案,觉得都可以,他就会用一个印象分去帮你改 怎样改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会计师公会就说 会计师公会有五个层次 不用说了,第一个是合格,第一个是合格 第一个是合格,第一个是合格 总之都是那句,你写得字体正常,结构清晰 即是框架,点点,标点符号,很整洁的,别人看到,就会给分 这些没什么问题 也不要有太大的逻辑的问题,其实他也会给你一个合格 接着,如果你说,不是,字体很糟糕,结构又不清晰,逻辑又有问题 别人就当然给后面的两个分离,就叫做不合格了 我估计,他就对于你每一个题目,就在这五个分里面给一个分离 然后最终,就将成分卷的题目,就把它拉在一起 给一个平均分离,就决定你那年的考试,就合格还是不合格 所以,很多同学考CAPSTONE考试,我自己看到,成绩放出来了 可能他不合格,他就会去上诉,appear 那四个module,appear的成功率是低的 因为那四个module是很技术性的,没什么appear 就是那四个module,你本来不合格的就是不合格的 但CAPSTONE考试的改缺是很有主观性的 OK,行不办? 所以,CAPSTONE的考试,appear的成功率是会高一点的 行不,所以你说,你想不想去appear? 那我们可以逐一逐的情况去讨论一下 一会结束之后,你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你也可以去问我,或者可以去讨论你不同的情况 我就跟大家重申一下考试要合格 应该如何做 我认为只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练习你的英文写作 如果你不停地把时间花在 那四个模组的技术知识里面 搞到你没有时间去练习英文写作 那我倒不如希望你可以一个星期做一份写作 然后完全不去看技术的知识 那对你的考试是会更有帮助 你不能本末倒置地研究技术知识 然后去到考试的时候 完全是迟不达意表达不到自己 是没有意思的 我只能说这件事是最最最重要的 没有东西比这件事更重要 就是这样 第二就是与其要去阅读 那四个模组的技术知识 倒不如你就花一点点时间 去改善你的 business knowledge 就是你要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现在股市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环境是加价值的环境 减价值的环境 如果是加价值的环境 那对公司做生意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近年这个世界发生了的事 你知道多少 你知不知道不同的公司如何解决不同的危机 你说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四个模组的技术性的题目 去到考试的时候 别人给你一个情景 问你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怎样搞 那你就想不到事情 因为你的脑海 只有那些技术性的知识 和世界的运作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 除了偶像练习写作之外 其实应该要多多看一下英文的新闻 加强自己对世界的了解 加强自己的吹嘘能力 那你的考试才有可能把自己推到上头的六十几个百分比 记住 读少一两个模组的技术题目 是不会令你胖子 但是你的英文写作 写得不好 一定会令你不合格 所以在考试之前 我强烈建议大家做这两件事 好了 也很老实说一句 你 去到最后那个星期 那最后一个星期 那这个评则就会出来了 那这个评则出来了之后 你记住了 你就和三四个朋友 OK 第一个步骤呢 就研究一下这个评则 就是说你要把那三十四版纸 就重复回 重复回 知道呢 譬如这间公司的背景是怎么样 你要很熟悉的 熟悉到甚至是会背的 就是你去到考试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题目 你就会想起它会和我们那个公司 本来的背景是符合啊 不符合啊还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很熟悉的理系 做一些讨论啊 做一些了解 然后呢 你就要做一个 Additional Research Additional Research 就是你要看一下 这个这样的行业 到底那个考试 近年在这个世界上的发展是怎么样 做得好 做得不好 生意是在进步的 走下坡的 或者它的生意是依赖机器的 还是依赖人手的 那你做多一些讨论 了解一下这个生意的背景 那对你考试的时候呢 想到一些方法呢 是有帮助的 第三 就是你要猜一下 在这个背景底下 到底那个考试 有些什么的题目 可以去问你 你猜完之后呢 还要自己想起来的答案 射下 去到考试的时候呢 就有个参考 但是你要记住 是一个参考 你就不要想着去到考试的时候呢 将你事前的准备 就放下去 因为呢 考试那条题目 本身呢 肯定是你猜不到的 所以呢 你事前准备的答案呢 没有可能可以直接 这样copy 下去的答案 你事前准备的答案 就算是适用 也是要作出若干的修改 去回应那些题目的背景 才能够写下去 这些是一定要知道的 好了 那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这里所有的种种 我会认为这个位置 是最重要的 这个位置不做 其他事情 都不是这么能够帮助到的考试 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做得好 继续 去到考试的时候 去到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是时候将你呢 学习了这么久的英文写作呢 是时候将它发挥出来 就是什么呢 描述 解释 解释 有多少条题目要回答 是吧 OK 一条题目 一般就有三个分题 A 题 B 题 和C 题 然后A 题目里面 也有两三个问号 就是A 题目里面 自己本身也有两三个题目 那你有没有解释清楚 你要答 你在A 题目下面要答多少个题目 喂 你答六个题目 就不用说了 答六个题目 就一定不行的了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人家给分你 是用这五个格子的印象方式 去给分你的 所以如果你做不完你的份卷 你没有做到这些题目 那就是那一旧题目是零分 那一旧题目是零分 那一旧题目是零分 是吧 所以你记住 题目也要做 因为你要记住 这些印象分的作文卷 你做了 它就会给你弱光分 对不对 不像那些技术卷 一定要对句话 那些吹水卷 一定要做完 不要做漏 所以 如果你跟我说 我连A 题目里面 有多少题目都看漏了 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继续 跟着 A 题 一条题目有三个分题 A 题 B 题 A 题 A 题 再来三个分题 那你就回答 你有没有清楚 方法和名字 你可不可以让我看到 这一旧题目 是在答案A1 这一旧答案 是在答案A2 那一旧答案 是在答案A3 我告诉你 大家知道 我和他都不是这样写的 他只会一次过 一大旧答案 摘在答题簿上 密密麻麻 很逼的 我作为一个改捐员 我完全看不到 哪一旧答案是A1 哪一旧答案是A2 我完全看不到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已经让人半辟 如果你的答案 结构是很混乱 完全阅读不到 其实你很容易被别人 计划成这两个格子 你被别人计划成这两个格子 你就会不合格的了 这些一定要很小心 记住 多谢那句 什么是作文 作文不只是作内容 只会作包装 你的格式好不好看 你的字体好不好看 这些都很重要 不只是作内容 所以你 write with clear format 和 title 我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就到你的答案 接着就到你的答案的内涵 即是内容 你的内容 一定要有 起乘转合 要有一个合理的 一个铺牌 即是怎样呢 一般的答案是这样的 你便来一个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你便大概交代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两句就可以了 因为introduction也不值得多少分 不要紧 但也要有 因为你写的都是作文 作文就要作长一点 如果你的答案太短 人家也不会被分离 我说 有一个introduction 接着 你就有 compare alternative 你便会写 我们有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一有什么好有什么坏 方法二有什么好有什么坏 你便写下 最后 你便来个结论 我觉得最后 方法一是最适合我们的 我觉得这样 是一个最正常的作答的方式 OK 好了 但是你说 很多同学 我今天时间不够了 我很难可以不停跟你说 我觉得改了这么多年的同学的卷 同学们的作文有什么问题 我很难逐个逐个跟你说 但是我给你一点点看法 这里 明明呢 就有三个 三个方案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那怎么为之合理的分析 就是 方案一的好与坏 方案二的好与坏 方案三的好与坏 都写下了出来 然后下个结论 这是一个最正常的人的思考的模式 但是我告诉你 都有颇多的同学不是这样写的 他是怎么写的呢 我心底里面 已经认定了方案一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方案一我就写 幽念 没有缺点 因为我认为他是答案 方案二和方案三 我认为他不是答案 所以他只有缺点 他没有幽念 那这些 就是所谓的逻辑不理想 因为 正常人应该是 站在一个很下观的位置 去看方案一二三的好与坏 然后还写上 然后还写上 你的答案只有方案一的好 方案二和方案三的坏 这些不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思维 老板不会这样想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同学考了几次 甚至可能去到上次 合格率这么高 都还是搞不定 其实应该都是 字体不理想 结构不理想 和逻辑不理想 都是只有这三个问题 不要说 你哪一课书读后 哪一课书读少了 那些是一定不关事 OK 继续 我常说 你的答案要长一点 多角度一点 完整一点 那你是否要想多角度一点 你想想 老板做生意 当然是多角度的 是不是 那你怎样想多角度出来 就是 长线的又说一下 短线的又说一下 内部的又说一下 外边的又说一下 好又说一下 坏又说一下 每个人说起都是这样说的 不是啊 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最喜欢单刀直入就落结论 这个思维的模式 不管对你考试 还是对你做工 还是对你做任 其实都是不理想的 一个正确的模式 应该是 就是比较理想的模式 应该是 开放的思想 思考完所有的角度 再落决定的 不应该这么固执的 总之我认为就是这样 因为你很主观认为答案是这样 所以你的答案就很短了 行吗 所以 我会觉得 阅读问题要找出 有多少个问题要答 写的时候 就真的要写得理想 老实说 这些是不能教的 我不可以找个英文老师 坐在你面前 录一个三个小时的片 教你怎么作文 一定是 你作我改 你作我改 如是者来来回回 五至六篇文 那就很明显 会得到一个进步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